赛博悦悦客 直接进入正题 第一段全新画面是NCPD的浮空车飞过上空的画面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兔女狼坐在类似美国国旗的前面 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新美国国旗的样式了 所以不知道这张国旗代表着什么组织 然后令人振奋的时刻来了 全新CG动画 应该是V在进行赛博一体的改造 可能是在安装手部皮下握把 不知道会不会是我们在维克多一体一生那里会加的动画 这里的有可能是纳米线和其头部的端口 然后又看到了V背部的赛博一体 其实我不太清楚这算什么部件啊 有可能是背部的外骨骼 或者是类似这里的黑客设备 又或者是在维克多那里安装的 Zetatech公司出品的神经处理器 然后我们看到V后面被插入了很多长长的东西 并且好像在向V体内注入某种液体 然后是齐露斯一眼的特写 甚至可以看到上面的界面以及一些线路 希望这些线路不是凸出来的 要不然掉进眼睛里的眼睛毛就会挂在上面了 接下来是一段全新的战斗场景 V在一栋建筑物里面 再和以VNCPD进行友好的交流 而这里的场景通过门上的数字 和数字周围的涂鸦和贴纸 可以看出来这里正是在2019年宣传片中 V去别VV旅馆找Dex的地方 只是门口的这不知道什么作用的设备 从原来的门框左边转移到了门框右边 那怪不得当时Dex很生气啊 因为可能V撞的这一下的声响 吵醒了正在睡美容觉的Dex 饶食一场没有看到敌人的汽车追逐站 这里的汽车厂商在说 先生 这是一辆全新的汽车 上面的刮痕 弹痕之类的 我们会慢慢修复 但也不保证能完全修复 上面去市的门 我们会在之后按照DLC的警示帮您更新 但不保证在出第二代产品之前就能做出来 也不保证第二代产品上市之后 还去请第一代客户的心理反馈 另外如果您七大才出 购买了这辆车的豪华版 之后的DLC更新将会对您免费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本期宣传片中使用了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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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sh的Bad Guy 并且CDPR已经获得了 Universal Music Postcard的音乐版权 所以有可能我们会在游戏中听到这首歌 我记得之前蠢驴有说 因为游戏是发生在2077年的 所以在游戏中听到现在 也就是2020年的音乐会很奇怪 所以游戏中的背景音乐 包括电台中的音乐 都会是蠢驴和歌手合作的原创音乐 而这首Bad Guy 应该也是我们听到的 2077视频中的第一首 现实生活中的热门歌曲 不知道是因为这首歌的名字 很符合游戏主题 还是说我们还能听到 其他的热门歌曲呢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夏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